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部片子在国际上是有一定市场的 那么今天我要给大家说这部片子 是最早的一部被世界电影关注到的中国现代武侠电影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双旗镇刀客》 它的导演是何平 本片是导演何平1990年拍摄的武侠片 讲述的是在中国西部荒漠上 一个孤零零的古老补子双旗镇 因杀人从不回刀而得名 一刀仙 兄弟二人在镇上横行霸道 是镇子里充满神秘和恐怖 自幼跟随父亲操练关西无极刀法的孩哥 遵照父亲的遗嘱来到双旗镇 寻找指日父为婚的妻子郝妹 好妹和他开客栈的父亲瘸子 对孩哥非常冷漠 但碍于情面 留他当了客栈的伙计 不能用蛮字 你爹教你练武 就该教你这些 教过来 二爷摸摸 给二爷给点酒 一天 一刀仙的弟弟二爷在客栈喝酒 看上好妹与世强暴 别动他 杀人了 排哥挺身而出 杀死了二爷 一刀仙闻讯赶来 为弟报仇 此人刀法不锁 告诉弟兄们 刀会耍机阵 刚才我们把这个片子的片段给大家播放一下 可能有不少朋友觉得 哎呦这片子我听说过 好像也看过 他怎么没觉得那么好看呢 今天回头再来看 觉得是很精彩啊 干净利算 为什么会有这个感觉呢 是因为今天我们看到的好多武侠大片呢 高度的商业化 他的场面拍摄和人物 这方面的塑造呢 都比较模式化 基本上这种套路呢 现在应用的非常多 所以你看着呢 觉得有点 稍微腻了 可是双旗镇刀客 作为当初和平导演探索的片子 他里面创造了诸多个武侠电影里的第一 你比方说第一次用这种武打方式来展现人物内心世界 就是一击毙命 我找了你整整七年 出刀吧 一击毙命 一击毙命 一击不中 飘然远引 我就这一下子 这是和平的暴力美学 它来源自什么呢 其实它是一种来源自生活的方式 我们现在很多朋友一看这个武打 就是俩人打的部分上下 其实那不对 真正交手一下子完事 哪有那么长时间呢 丑功夫俊把式 打人的东西就一两下 所以这个是很多人呢 看了之后呢 感觉不像是武侠二说里和武侠电影里 弄得那么玄玄乎乎的 俩人激烈的搏动 就这一下子 场面上干净利索 表达人物内心世界也如此的痛快淋漓 所以我们回过头再看双七镇刀客 他这个整个拍摄的画面的时候 你会觉得清新纯普自然 这是个传说中的小故事 据赫西的老汉们讲 海戈出现在双七镇的时候 那里还是片荒漠 有人说是八十一年前 也有人说是七十一年前 总而言之 是中国西部过去发生的故事 而且那一瞬间 浓郁的西部风情在场景当中 淋漓尽致的体现 不需要那么多的铺陈 简洁生动 这和我们现在看的几乎所有的武侠电影都不一样 所以你会觉得这清新 可是在当年90年这个电影上映的时候 很多人认为这太简单了 不如李小龙打得那么花哨 没有香港武侠电影那么震撼 可是这样一部片子后来 在国内没有获得很好的票房和口碑 但是在国际上很多人看了以后 却认为这是电影的真谛 所以双七镇刀客 应该说是一部晚来红的片子 这些年电影界的人 尤其拍武侠电影的 不断会提到这部片子 当然这个片子的诞生非常曲折 他的导演何平 在90年之前的时候还不是个大腕 刚刚拍了一部电影之后 想自己能够有所提升 当时双七镇刀客是何平导演的第二部电影 本来当时何平给西安电影制片厂 提供了一个本子 叫《大漠落日》 就是后来何平拍《天地英雄》 就里边姜文 赵薇都在里边出演了 很宏大的片子 但是上头不批 这片子预算太多 何平一个刚出道的导演 你就想 你哪拿得起这么大片子 所以何平无奈之下 突然琢磨我拍小一点的 怎么拍呢 他从《大漠落日》这本子里宅出一块 小孩来拍一拍 去哪儿啊 这就是双七镇刀客里头的《大漠落日》 这就是《大漠落日》的《大漠落日》的《大漠落日》 想出之后这剧本 故事大刚出来了剧本谁写呢 当时何平找到《大漠落日》 《大漠落日》的《大漠落日》的《大漠落日》本子 把这个人物呼唾出来 就会光彩夺目 这是刀客里头的《大漠落日》的《大漠落日》的《大漠落日》 于是何平领着杨真光领着美边这些人 沿着河西走廊走了一万多公里 说怎么走那么多地方呢 得看哪地方合适不合适 到一个地方 要么是色彩不够 要么觉得地势不行 要么觉得风味不够 要么觉得这拍戏成本太高 受不了 都不满意 最后发现隔了好多沙丘 好像远处有点什么 站到高处一看 用外眼镜一看 好像是个古城的遗址 废弃多少年了 咱看看去 咱们说望山刨丝马 你隔着沙丘用外景 那多老远 把车停了到边 开不进去 四个人步行 走了两个多小时 这个地方叫骆驼城 一到这一看 河西走进来了 古城遗址真漂亮 正好当时是夕阳夕下 一抹落日的余晖 映着古城各处 金光闪闪 就决定就在这拍 你爹的刀法 是刀铺上没有的一种刀法 当年击败过无数名声赫赫的刀手 威震西北 这种刀法 吸取了权掌当中的精华 在外行看来 草鲁好像很简单 既无刀光掠影 又无破风之声 可是横家 自会看出他的厉害之处 这全在出刀和最后一击 要以气推刀 以刀带气 紧要处手一抖 看不见刀出窍 刀尖已静击中敌手 这全在一个气子上 没有过硬的内功 那是学不来这招的 想学也白大 那拍摄拍第二个麻烦来的 胶片问题 你拍摄过程当中 按照新式的武侠动作拍 一刀见血的这个 按照这种格局 里边的打斗动作非常多 那时候中国电影 比较流行 像陈卡哥拍《黄土地》 那种类型 用长镜头去世 相对镜头比较平稳 他这种拍摄省胶片 可是你这打斗的过程当中 你得跟着什么 你废胶片 那会优秀的导演拍片子 《西安电影》这片场 也不过允许它1比3 什么意思呢 你耗费的胶片 是最后电影时长的三倍 我允许你这样 比方说电影一个小时 我允许你花三个小时的胶片 那会不像现在数字 那时的胶片都 这个成本非常高 胶片本身就是钱 对于和平这样 出出茅库的导演 也就1比2.5算不错了 就一小时电影 你用两小时 两半小时的时长的胶片 所以拍武打场面 这根本就不够 最后和平没办法了 跟管仓库的人商量 就是每一回导演拍完了 剩下的东西往回拿 不有一些拍剩下的胶片 没用的吗 这些搁到仓库里 有不少的已经过期了 有的即将过期 就作为报废胶片处理了 和平说 你把这些都报给我 管仓库说 那你弄吧 只要是厂长批 你就拿 厂长也批了 把这胶片凑到了1比8 就说我要拍两小时电影 我得了16小时的胶片 当然多数是废弃的胶片 就用这些废弃的胶片 和平把这个镜头拍出来 别动它 小畜生 拔刀啊 他说我媳妇 媳妇 我也说这个片子产生过程比较艰难 当然你说艰难 他有幸运的地方 幸运的地方 就这片子里面 这些演员 真捧场 尤其是这个片子 找到了孙海英 这个孙海英 现在素手大了 跟李立平两口子 演着《激情燃烧》 《孙岳出名》 其实当年电影圈人都知道他 就是因为双旗镇刀客 他把艺刀仙这个人演活了 挑演员的时候 当时这个和平认识他 因为以前给这个老景的片子 后来张艺某演的 选这个演员的时候 其中孙海英试过去 那是他三十多村 龙眉大眼的 精寿精寿的 但是很有神 就这么想起来 艺刀仙的人物 好像他行 就把他找人 那会儿这个电影相对简单 不像现在 你得用明星拉动票房 那时候导演定谁就是谁 也没有说非要用大腕 用明星 把他定下来了 后来和平庆幸 找他是找对的 为什么 这个孙海英 不光是说戏好 鬼点子也多 而且很有建设性意见 是个戏疯子 坚持他的 现在你看孙海英有时候 炮轰冯小刚什么的 说这个说那个 有时候挺讨厌 但是直捅的脾气 这个对于探讨业务来说 是非常管用的 当时孙海英就提出 一刀线这人物 我给他加了黑头巾 这兄弟是我上的 和别人没关系 出刀吧 我们现在可能有时候看着黑头巾搁的一刀线脑子上确实跟别人不一样 他为什么加这个 一刀线要为他弟弟报仇 这个西北地区很多这老年人都围着那种黑头巾 风沙大了 说这个头巾如果让这个一刀线 裹到脑子上 有什么效果呢 他就是家长 长兄为父 我代表我家庭责任感 为我弟弟报仇 而且这个也显得 这个人不善言谈 另类 还谁都不一样 把一刀线的骨鲜劲展示出来 结果这个设计最后证明获得成功 再给孙海英的一个贡献是 这个骑马 刀客都在马上 怎么能体现那气势呢 他向导演推荐一个七侠蛋抠制的音乐 这个音乐节奏感非常 让这个马跑的过程当中 提手 吃进头的时候 都按照这个音乐节奏 一下子把马那种凶溜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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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这都他主意 但是孙海英最大的贡献 对这个片子来说是什么 他在这里 要按照新式的武打动作派 他本来原先这里找武侠动作设计 都是香港那一套 怎么打套路 孙海英说别的 西北地区风沙极大 没那么多花哨 快一恩仇 刀刀见邪 所以咱就拍那种快节奏的 一下子就要命的 那种打斗方式 当时没有人敢同意这个 太冒险 说这这么快结束 观众看着不过瘾 孙海英说你可以试试 后来和平考来考去 认为他的建议很合理 就这么在双击镇刀客里 我们看到的武打动作 和所有的武侠片都不一样 愿者 说不过瘾 也不过瘾 没什么事 那个数字 没有人 说不过瘾 你更是一些的刀法 所以说孙海英对这部片子功不可没 当然这里边还有另外一个人物 沙里飞 沙里飞的演绎 其实是为了应衬双七阵刀客里关于人性的主题 人性有善有恶 有痛快淋漓 也有这种阴险狡诈的小人 把人性的弱点展示出来 所以沙里飞这个人物 主要是为了衬托人性的弱点而存在 流沙脚崩 流沙脚 人呐 人呐 哭 哭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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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啥嘛 我早知道它的刀法就不如你 银子 咱们不是说好的吗 哭啥 我也不吃亏 这刀法是金的 你骗我 那么这样一部片子拍下来之后 后来的结果是叫好不叫做 老外很多人看了好 香港很多人看好 电影圈内很多人看好 可是票房当时的成绩不是很理想 那么到后来 何平导演拍了天地英雄 天地英雄在电影圈内没有对你起多大的反响 但是天地英雄的票房 那肯定不是当年双七阵刀客能比的 那么这就引发大家一个思考 就是现在的电影商业电影 非主流的电影 这两个之间怎么去融合 现在有很多影评人 包括有些新生的电影人 都觉得电影应该表达创作者的主观意愿 应该像DV那么拍 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DV是表达创作者个人的一些想法 是高度的个性化 但是你一旦要去拍电影 你要放给大众看 你能不为大众负责任吗 这就好比DV是个单身汉 自己吃饱全家不饿 想怎么玩怎么玩 可是电影是个家长 是个父亲 你必须要肩负起责任来 所以创作的过程当中一定是这样 导演把自己的个性化要发挥出来 来使这个片子有一种扎实的个性基础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为了能上映广泛的寻求共性 所以商业电影的 其实是更高层次的承担 它比你表达个人的那种纯艺术电影 更高一个承担 你如果是个人电影 这把握不好的人 也不可能能拍商业电影 没有一个人天生就是拍商业电影的 商业电影是要经过历练的 才能获得好的票房 是在个人化的基础之上 融合了很多共性 没有大能的人拍不了商业电影 所以我倒觉得现在中国的电影人 应该从这个角度去好好考虑 你应该像和平当年那样 在个人艺术领域之内 有比较先锋的体验 然后你再进一步走到商业电影的半程 现在中国好多电影人 一个就是拍个性化的东西 比如是主流电影 其实那是因为他个性化的东西 他也拍不出什么让人记忆深刻的 他也就没有由此进军主流电影 去拍商业电影的可能 你想你随便就驾驶一个亿 两个亿左右的这种超级电影战船 你没有点能力行吗 所以在我看来 商业化电影本身 就是个人艺术电影的一种升级 他只比他高不比他低 那种认为个人电影上低微表现 个人情趣 关起门人自个看就是好电影 那恐怕是一种闭门造车的想法 他明显跟当前中国电影业 发展的主流方向是格格不入的 你如果电影业的盘子做不大 那你还叫什么电影市场呢 像电影这种艺术品是给大众看的 不是孤方自赏的 如果不能赚钱的话 不能受到大众的青睐的话 那么电影艺术存在还有多大的必要呢 所以我们从双亲战刀客的探讨 一直到后来天地英雄的票房上的成功 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真正的大事导演 必然要走过这条清晰的道路 而商业化电影确确确实实是 DV式的个人电影的一种升级 它应该是中国电影将来发展的 一个主流方向 在吴金甲故人来 王权音乐中 足复前进的张艺谋 如何挥金如土 重现往日繁华 极最华丽之能是 老梁看电视 为您解读 满城近代 王金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